见到李志祺,他正在自家的院子内整理着奖品 邮票、明信片、米袋、交通卡、杯子、盘子 这些与大熊猫巴斯相关的物件都是李志祺的宝贝 李志祺的家位于福州市苍藏区 是一栋三层居民楼 这里已然被他打造成了一个熊猫文化艺术馆 9月13日,李志祺精心策划的巴斯 逝世五周年装题展开展 记者也走进了他的熊猫世界 这次长篮一共分为五个专题 融缩了巴斯一生的一个整个过程 主要是从他获久起到在福州安家洛湖成长 然后到了村民 从福州走向 是村国走向世界 我们一般都是坟武、坟食 举办这一类也比较有一定的意义 我自己对巴斯的一种深切的怀念 提到熊猫巴斯,很多人并不陌生 它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胖胖的原型 巴斯曾访问过美国,上过春网 很多人对它依旧记忆犹新 李志祺将30多年来收藏的 关于巴斯的展品一一成列 种类之多让人目不暇接 比如说像米袋上有巴斯的图案 胖胖的图案 这些布袋 还有这些小的箱袋 包装物等等等等 烟镖 还有火花 还有奖券 扑克牌 购物券 这是剪纸的 这是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规章 都是体现巴斯胖胖的 这个是当时北京十一届亚运会运动员的测体温 体温测试卡 有30枚一套的 我只收集到23枚 这是我们的福州三宝机脱胎器器 以巴斯的蓝本作为这形状做成一个画面 我见到的非常可爱 就从旧货市场上把它掏回来 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年遇七旬的李志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熊猫迷 小学三年级时 李志祺考了好成绩 母亲奖励她一个熊猫图案的铁制电板 从此 她开始收集熊猫产品 积少成多 至今遇半个世纪 李志祺告诉记者 走到哪 看到有熊猫图案的 喜欢的买得起 就把它带回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朋友没什么钱嘛 只能通过交换 或者一些熊猫图案的这些物品 像唐纸啊 有明信片啊 这类的等等的 然后到了工作人员以后 我就意识地去往这块 去装提熊猫的收藏品 有时候去靠到旧货市场去逃 有时候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都是到进商店啊 店铺啊 然后去都是去寻找 有熊猫图案的物品 只要是我经济能力上能承受掉的 我就把它带回家 三十多年来 李志祺常常到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当义务讲解员或者做卫生 他也是福州当地小有名气的熊猫先生 李志祺也希望通过开办熊猫文化艺术馆 让更多参观者关注大熊猫 了解大熊猫 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现在年纪大了 家里人就劝我 就是稍微要缩农些的 你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就可以的 让这些物品物件发挥出更多生存熊猫文化 放弃更多存社会的人来关注熊猫 保护环境关爱大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